2023年的4月29日 WTT明星挑战赛 曼谷战的比赛落下眉目 林高远获得了男子单打的冠军 他的对手是来自韩国的张宇珍 张宇珍在本次比赛当中表现得非常出色 他是战胜了中国选手周启豪 战胜了瑞典的卡尔伯格 最后冲进了决赛 在这场比赛当中 两个人是打满了7局 其中在第三局打到了19比17 最后的决胜局也是两分之差 林高远显胜 那么这场比赛是林高远外战的历史上 打到最好的一场 这场比赛可以让他完全甩掉 林雷妹的标签 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0比7 张宇珍的局点 张宇珍远台反拉把这球打丢了 林高远的白短非常出色 张宇珍回球下网 10比9 这板球是打网出界 将张宇珍11比9拿了第一局 滚网后的一个机会球 又出个滚网 林高远跑过去送了个短球 这板球体现了林高远 手上的细腻 这板接发球抢拉漂亮 这板高球拍着一个直线 朋友们张宇珍这位选手 从身材比例上看 是非常有运动员的特点的 四肢肌肉发达 腿部力量还大 跑动速度快 这板球林高远拍住了 以后在选择运动员的时候 太瘦的肯定是不能要了 上一点要看他的肌肉发达程度 最好的是 林石洞那样 微胖的身材 林高远通过半岗得了一分 林高远反手顶了一个回头 将林高远12比10赢了第二局 陪们看比分都这么接近 两个人的水平真是旗鼓相当 林高远这板高球杀得不容易 这板发球以后的抢攻有了 林高远是左手选手 左手选手的抢攻线路 是很难防的 这板回头打到了网上 张宇珍这位选手 反手一板很有随机性 这一板打过来 让你防不胜防 林高远这板高球拍了个大角度 林高远抢攻一板斜线 咱们看张宇珍这反手 起板很突然 这么远的距离 张宇珍这往回打 朋友们看林高远手上确实很细 在这么关键的时刻 他竟然采取白管 现在的比分11平 这板反拉漂亮 反手反顶了个斜线 林高远这板球没防住 他竟然采取白管 张宇珍接发球调打成功 这板球顶得速度快 并且在中路 林高远出现一板失误 张宇珍上步这板打丢了 张宇珍反手拉这板球挺转 18比17 这时候张宇珍的教练请求了暂停 林高远接发球失误 张林高远17比19丢了第三局 这板球是远台反拉 林高远的吸毒 结果这球一碰就飞了 第四局开局 林高远是0比3落后 他的教练立马叫了暂停 此时一定要及时调整林高远的形态 状态出不来可能就要崩盘了 一暂停教完以后 效果非常突出 林高远连续用正手抢攻 两个人这板对拉漂亮 这板球连续摆短打得太漂亮了 打得太漂亮了 下身拉斜线 张宇珍反手接发球失误 11线9 防得很好 张宇珍非常灵活 又补了一板 1 1 1 以后反手抢攻失误 5比11丢掉了第五局 朋友们这个比分比较正常 好多次林高远打大赛的时候 都是7比3领先 9比5领先 10比6领先 反而输球 因此很多球迷们都管他叫林妹妹 但是今天这场球打的是热血 珍拿尔 林高远连续进攻突然间摆个短球 双方对反手 陪陪看张宇珍的爆发真好 1 1 2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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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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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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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5 4 5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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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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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第9號 咱們下期再會